在这个资讯爆炸 每个人都努力学习和成长的时代 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说法 知道的越多的人也不幸福 这句话引起了我深深的思考 究竟知识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当我们迈入这个广阔的世界 谁又真的能够说他完全了解这一切 一切看似简单的背后 往往隐藏着意想不到的复杂性 想想我们身边的事物 一部手机 一杯咖啡 甚至是你早上看到的太阳 每一件事物 都有着不为人知的故事和复杂的过程 有一天 我在思考一个看似单纯的问题 为什么橙子是橙色的 这问题引领我深入了解色彩 过时成熟的过程 甚至是光的反射和折射 谁知道一个如此简单的问题 其实有着那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当我们开始深挖这些秘密 我们也开始意识到事物的复杂性 这样的认识很像是打开一扇门 后面还有无数扇门等住我们 每一扇门背后 都是一个新的世界 充满了未知和不确定性 这种不确定性 往往会带来某种程度的焦虑 我们常常会怀疑自己 我真的了解这个世界吗 但这种焦虑和怀疑 其实并不是一件坏事 它推动我们继续探索 继续学习 继续追寻真理 当我们发现事情的复杂性 我们其实是在扩展自己的视野 我们开始学会用不同的角度看事物 这是一种成长 当然成长的过程中 总是充满了不确定和担忧 但这样的不确定和担忧 其实是一种动力 推动我们前进 我们不是因为害怕而停下脚步 而是因为害怕而选择继续前进 因为我们知道 只有继续前进 才能找到答案 而这些答案 往往都是出乎我们意料的 比如 你知道为什么雨后的空气会那么清新吗 或者 你知道为什么蜜蜂会对某些花有特别的偏好吗 每一个问题背后 都隐藏着一个美丽的故事和复杂的过程 这些故事和过程 都在等着我们去探索和发现 所以当我们面对事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时 不要感到害怕 因为这正是我们学习和成长的机会 这正是我们打开新世界大门的钥匙 而这把钥匙 其实就在我们的手中 只要我们有勇气 有决心 有好奇心 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们 所以让我们一起面对这个复杂又美丽的世界 继续探索 继续学习 继续前进 因为知识不仅仅是力量 它更是一种魔法 带领我们进入一个又一个奇妙的世界 知识 一直被认为是开启心灵的钥匙 但你有没有想过 知识的增长可能会深化我们的情感 在这漫长的人生旅程中 我们学到的每一件事都塑造了我们的情感响应 有人曾说 读一本好书就像是踏上一次冒险 那么 随着我们知识的累积 这些冒险不只增加了我们的智慧 更深化了我们的同理心 想想你第一次看到难民危机的报道 或者是看到一则关于孩子在战争中失去家园的新闻 这些画面 这些故事 往往让我们的心受到重创 为什么我们会有如此深切的情感投射 是因为我们的知识 让我们更容易理解他人的痛苦 当我们读到史书中的悲剧 或者学到其他文化的苦难 我们的心就如同镜子一样 反映出那些情感 这正是知识的力量 然而 这种深度的情感也已带来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 当我们的知识增长 我们对于社会的不公 对于他人的痛苦 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心理负担 但这不代表知识是一把双刃剑 事实上 知识使我们更具有同情心 更具有人文关怀 这也意味住 当我们知道更多 我们就有更多的责任去改变这个世界 因为 我们不再是旁观者 而是参与者 当我们深深感受到某个事件的影响 我们的内心就会有一股力量 驱使我们采取行动 这也是知识带给我们的礼物 所以 当我们感受到心理的压力 我们不应该逃避 反而 我们应该面对它 思考我们可以怎么做 怎么改变这个世界 有些人认为 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想法 但我认为 每个人都有能力 都有责任去做出一些改变 毕竟 如果我们都选择逃避 那么这个世界将如何前进 所以 当你下次感受到某件事情的情感深度 不要害怕 相反的 拥抱它 让它成为你的动力 因为 知识不只是让我们更聪明 更重要的是 它让我们的心灵更加丰富 而这 正是我们这一生都在追寻的 期望 一个伴随着我们成长的词语 每一次我们学习新的事物 每一次我们的视野扩展 我们的期望也相应地上升 但这真的是好事吗 在我们小时候 许多事情都是全新的 每一次的尝试 不论成功或失败 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次成长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当我们知识的海洋来越广阔 我们开始为自己设定更高的期望 可能有人会说 这样是好的 毕竟 有志向的人更容易取得成功 但同时 这也意味着当这些期望也能达到时 我们的失落感可能会比之前更强烈 有时候 知识确实是一种力量 但在某些情境下 这种力量可能会变成我们的包袱 想想看 当你知道某件事的结果会怎样 你是否还会像以前那样勇敢尝试 或者 当你知道自己可以达到的最高标准是什么 你是否会因为一次的失败而自责 这就是知识和期望之间的关联 但别担心 这不代表知识是一件坏事 事实上 正是因为我们知道更多 我们才能更加珍惜那些真正的成功时刻 所以 当你下次因为知识而提高了自己的期望 或是因为能达到期望而感到失落时 不妨停下来思考一下 这份失落 实际上是一种成长的机会 是一种让我们明白 我们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学习 还有很多路要走的机会 而这 正是知识给予我们的礼物 知识让我们知道 生活中的每一次尝试 都是一次学习的机会 每一次的失败 都是我们向成功迈进的踏板 所以 下次当你因为知识而设定了更高的期望 不妨先问自己一个问题 那就是 这份期望 是否是你真正想要的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就勇敢去追求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 那么就重新评估 找出真正适合自己的目标 毕竟 知识不只是一个工具 更是一种指引 它告诉我们 只有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快乐 而这 正是我们生活的意义 我们时常听到这样的说法 知识是力量 但你有没有想过 知识也可能是我们的拖累 想象一下 你在一家餐厅 你看住一份拥有无数选项的菜单 从起司汉堡到鱼排 从沙拉到意大利面 对于每一道菜 你都试着分析它的营养成分 口味 甚至还要考虑到价格 在过度分析所有的选项之后 你可能会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最初的食欲 这就是所谓的过度分析的魔咒 当我们接触到太多的资讯 太多的选择 我们可能会陷入一种困境 被称为分析麻痹 这就是当我们过度分析某一事情 以至于我们无法做出决策的情况 现在 回到知识的问题 知识确实是一件好事 它让我们更加了解这个世界 让我们更有能力面对各种挑战 但同时 知道太多可能会导致我们变得过于犹豫不决 因为当我们知道太多 我们可能会过度考虑每一个可能的后果 每一个可能的风险 以及每一个可能的选择 这不仅仅是在选择餐厅菜单上的问题 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如选择工作 恋爱 甚至是选择今天穿什么衣服 都可能出现 那么 如何避免陷入这种过度分析的困境呢 首先 我们需要学会放松自己 当我们过度分析某一件事情时 我们可能会感到焦虑和压力 这时 我们需要学会让自己放松 放下那些不必要的资讯和考虑 接着 我们需要学会相信自己的直觉 虽然直觉可能不像逻辑分析那样可靠 但有时 它能提供我们一个更直接 更真实的答案 最后 我们需要学会放手 当我们过度分析某一件事情 我们可能会变得太过于执着 这时 我们需要学会放手 接受事情可能不会完美 但那也没关系 总之 知道太多确实可能会带来过度分析的问题 但这并不代表知识是一件坏事 我们只需要学会如何适当的使用知识 如何避免陷入过度分析的困境 我们就能够真正从知识中获得力量 所以 下次当你发现自己陷入过度分析的困境时 不妨试着放松自己 相信自己的直觉 并学会放手 我相信 这样你就能够避免分析麻痹 真正享受知识带来的力量 你有没有想过 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 我们每天都在不自觉地与他人进行比较 打开社交媒体 划过无数的照片和故事 我们经常在不知不觉中 开始比较自己和他人的生活 看住他们的旅游照片 美食分享 或是那些看似完美的人生时刻 我们可能会问自己 为什么我的生活没有他们的那么精彩 这种与他人进行比较的趋势 并不是社交媒体所独有的 实际上 比较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从我们的成绩 工作 家庭 甚至到我们的外貌和才华 似乎没有什么是不能拿来比较的 但是 这种持续的比较真的对我们有好处吗 答案可能会令你惊讶 当我们持续地与他人进行比较时 我们可能会逐渐失去对自己的认识和价值的判断 我们可能会觉得 只有当我们超越他人 我们才是成功的 值得的 但事实上 这种比较只会让我们感到不安 焦虑和不快乐 因为 无论我们如何尝试 总会有人比我们更成功 更有才华 更受人喜爱 那么 我们应该如何避免这种比较的陷阱呢 首先 我们需要认识到 每个人的生活都是独特的 不能简单地拿来与他人比较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劣势 自己的喜好和不喜欢 自己的梦想和恐惧 当我们试着将自己与他人比较时 我们其实是在忽略了这些独特的差异 其次 我们需要学会珍惜自己的价值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和意义 并不需要通过与他人比较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我们应该学会欣赏自己的成就和努力 而不是一直寻找与他人的差异 最后 当我们感到不安或焦虑时 我们应该停下来 反思一下自己真正追求的是什么 是真正的幸福和满足 还是一直在与他人比较的空虚 所以 下次当你再次感到不快乐 或是被比较所困扰时 不妨试着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比较 学会欣赏自己 珍惜每一刻 并相信 只有当我们停止与他人比较 我们才能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和满足 常言道 探索改善人生 感恩改变生命 让我们一起学习 领悟人生 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恩有你们 才有我们 愿你智慧日增 平安健康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让我们共同追求快乐 携手打造美好的未来